你看嘛 直接对半了 一人一个腿 给你 一人一个 你看我戴这个帽子 我发现我戴帽子不适合 这个帽子太小了 头太大了 盖都盖不住 然后一戴就掉下来了 因为只能盖到半边 算了不戴了 鸡 鸡 比较大 我想买小的 他说小的就是老母鸡 然后这种大的就是腮黄鸡 但是我发现 我们这边 你想买嫩的鸡根本就买不到 它没有那种 长一块一块就长大的鸡 都是长得比较大才卖 趁拿出来卖 没有小就卖了 那个屁股割了吧 没啊 不用割 到时候不要吃就行了 那我来洗 好 强烈要求下 我还是把这个鸡的屁股给割了 还有一截 这截到时候给狗吃嘛 没关系的 狗想黑 对 还没二十 这脚呢 先给它搞一下 不然太大了 好 就这样 把它卷到里面去 我指甲给它切一下 我本身呢 应该是这个肚子不开啊 只开到它这个下面 但是我忘记那个沙 就是 叫什么 拔毛的那个师傅说了 然后他就直接这样了 也没关系了 一样的 我们这样做也可以 那我要准备三杯油 我不是 三杯吗 一杯酱油 一杯油 还有一杯米酒 然后就可以开始烧 咱们的鸡大 咱们不用一杯 咱们用一碗油 再下入这个公鸡煎 这样煎一下就是鸡黄色了 还要继续煎 煎成这样就差不多了 姐姐要下 酱油和米酒 再一碗的酱油 倒一碗 再来 再来甜米酒 再来甜米酒 哎呦 过滤一下 一样一杯呀 鸡比较大 我要加水啊 不加水它煮不耐的 要加水到这个位置 还要再加一点点 好 来 一点的姜 一点的葱 打一下结 咱们就盖起来 什么都不加了 先烧一会儿 再说 开了 你看 这鸡 哎呦 还是危险 我们加入几颗冰糖 然后现在再继续炖 这个我已经煮黑酒黑酒了 我也不知道煮了多久 朋友们老是我吃了咬不动 咳不烂 那这次我就煮久一点 我也没看 我看一下怎么办 看一下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这个是什么 还是我的鸡吗 我的天 我脱骨了 却脱骨了 太久了 我这个是怎么说呢 一看就会一做就变 我感觉这只鸡真的是载着鸡的 搬车鸡了 把这只浇上去 你看刚才多帅这么一只高负帅的鸡 到我手里一煮就变成了一只乞丐鸡 哎呦 我觉得再好 再帅的鸡 再帅的到手里都不行 实在对不起啊 搞出来吧 这个一塞不整的 剩下这个汁我们稍微给 收一下汁能稠一点 金滑鸡都是这个 浇上去 来 脚上 好 可以了 不熟 这是熟了吧 这是保证熟了 那骨头都煮出来了 这喜是走饿的 我先试一下 来 你看 这个好湿好湿 这个好湿好湿 看吧 两条腿分开 看没 你看这中间这个汁 你看嘛 直接对半了 一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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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 给你 一扔一扔 猪你要哪一只 给你一只 我小的那个 这个 给你这个 这个就给你了 好好啃 好 小猪的 小猪喝了一点酒 把那个大鸡腿吃完 他很喜欢吃鸡肉的 所以吃的 这下 我先吃了 然后 他还有酒 等一下他再慢慢啃这个 点个蚊香 我是不怕咬 我的手咬了之后没事 但小猪他这手一咬 他脸一咬 我的天 他学不起包包了 可能跟那个血有关 可能你的血香一点吧 他老是学吃你的血 不学而吃我的血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我的皮太厚了 还不好吸进去 还有我的 肉太肥了 就是不香 来吃肉吧 挺不错 太肯了 太肯了 这个虽然没有椰汁 但是味道可以 很口水 好 再来个上半只 刚才是下半身 现在是上半身 一人吃一半身 这个部位的热是最强的 其实在这样做的话也还好 你看 这就是鸡架 给小孩吃骨头 他吃骨头很厉害的 这一点我看你觉得阿姨刚回家吗 刚回回来刚回家 我就叫他过来一起啃一点 这个鸡肉 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 这里有凳子的 你看这边出大太阳 这边下雨 这凳子刚过来带咱们坐 肉就下雨了 都开始坐 都开始坐就下雨了 还是下大太阳 这个 那边出大太阳 这边下大雨 这个是西边太阳 冬边雨 还是冬边太阳西边雨了 哈哈哈哈 不小心那边了